蔡英文博士论文解析,010,在讲010之前呢,我们还是一样先复习一下009,基本上我做的是我挑重点,可是我这个重点一定是连续性的。 009是在干嘛呢?就是我在讲,我把36第他那个结论,他结论就是全篇论文的那个主文部分就是364,那我大概都知道了,他的结论是在364页,然后365一直到369是那个note,就是那个注脚,然后从370,371,372的话是 就是那个期刊文献,然后那个反正他的结束就是在375,375,374,373,374,375的话呢,是那个book,book的文献,就是专书还有书的文献,那前面我们讲到360的时候,我说重点就是在他那个引用的一个叫Rowenfeld,Rowenfeld是那个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因为他这边讲说他用Rowenfeld, 那我现在呢就是针对Rowenfeld的文献,去那个追踪,对照一下,那至于说这边我目的在干嘛?就是还是一样,学术目的,因为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拥有博士学位,是全民追随的对象,我是有点小小的想要有点学术贡献,蔡英文你高高在上,在这边。 其他人是这样子仰慕你,我是觉得我有点能力这样仰慕,我是搭起一个学术的桥梁,而且不管怎样,蔡英文的论文议题就非常重要,他在三期面就看到今天,遇见今天的那个safeguard,就是那个川普要没有,跟美国在做那个贸易的防卫战, 其实这个论文很重要,所以蔡英文的论文没有被注意,没有被引用是很可惜的,所以这是我的志业,就是那个学术宣扬,我会逐字把他的论文重新打字,也会翻译成中文,然后大家也会做评论,那我评论有没有错,如果我评论错的话呢,任何人都可以来评论,评论我,蔡英文你更可以来告我,如果我有错误的话。 好,我将那个蔡英文的论文,全部就是逐字的重新打字,打字,然后当然也给他做提纲窃领的编幕了,然后那清楚的标示,每一页的开始,每一页的结束,那如果是我的那个筑记,直接在我上面的筑记的话,当然我就是给他中括号,然后从此给他做那个底,做白黄色的底,那这目的在干嘛, 这个目的当然是为了希望更多人来研究这个议题,注意这个议题,毕竟这个就是说川普,川普现在对美国就是进行所的那个safeguard,safeguard action,safeguard system,那蔡英文的论文的重点就是指有没有,贸易保护主义,然后就是说做这种防卫措施啦。 来,现在我跳到一下这个part3就是这边有没有,分成三个部门,你看一下那个左下角有没有,左下角有proposal就是,那我现在先下第三个部门就是,其中第三个部门就是所谓的那个safeguard啦。 那我前一集有没有,我有放在那个FB,那个对科技部及教育部里面有那个沉默的权利,我上一次放的时候,当然就受到网民的围攻了啦。 然后他们骂我是什么台阶啊,是什么舔共啊,那他们骂我骂我啊,那我就回他了。 啊,如果说我现在批评的是马英九或者国民党呢,你还会说我骂是舔共是台阶吗? 他们就不回答我啊,把这个那个,比如说研究人员,我刚讲的,回的人还包含在中研院的,那其实他脑袋也是肯定人算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人有意见啦,所以我就回答他,所以我开宗民意的就说了, 说蔡英文的论文论议题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有说我是要抛毡以狱的希望更多人研究这个也是怎样? 那我写这个也是我学术人格权力的确立啦,我是帮助大家有没有,来一起来研究那个蔡英文论文的那个议题。 那当然啦,基于无罪推进的原则啦,我们不能质疑30年前被政大级教育部审查通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可以质疑,当然是可以质疑啦,可是你一定要有确切的证据,不然的话现在台湾的每个教授包含已经死了,甚至有没有,每个人都可以被假的。 那你一定要有就是确切的证据,然后基于无罪推进的原则。 那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写的分析还有个好处是对蔡英文也是好处, 为什么我会很深入用我的那个专业还有用我的意志力。 我一定是有没有,把你是正的,是不管对错,我要做的就是发现真理,如果说是别人来分析,给国民党的人来分析的话, 发现有一个小错误,他可能就在那边穷追猛打,完全忽略了你这篇论文的贡献。 如果说是可能是一些小错误,只是不小心的错误呢? 我的话如果我认为你是不小心的错误,我一定是干嘛,从你的观点想办法去帮你解释。 因为写论文本来就是会有,会多多少少就是会有错误啦,当然比较好笑的就是刚刚好又有人回啦,就是什么, wester 被表达成command,然后呢,我写这个当然是有点划纵取宠啦,因为这个是还蛮好笑的啦, 可是我绝对不会那个,不会在一直就是,拘泥在这边有没有,穷追猛打这一个, 我还是一样,我要持续往前,把你整篇论文都看过, 刚刚是那个FB,大家也可以看看FB我的评论, 所以再回来就是,我第一篇叫做蔡英文博士论文解析001,有没有看到? 我上面就说蔡英文的论文有没有,议题非常的重要, 我让我也说,如果说你是拿那个错误的问题在那边穷追猛打是很无聊, 我们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论文的内容, 那如果说上面,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丁正他啊, 丁正他我相信这也是,蔡英文我相信他也是会感激你啊, 就是不要误导别人嘛,那所以我就是有错误我一定会丁正, 那如果呢,还有就是我要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翻译成中文, 如果我翻译错的话,你也要,任何人都可以来丁正我, 哎,留人长了,英文这么烂啊,像那个有一个叫做东华大学啊, 那个黑寒深圳裔有没有,整天就是在那边骂我英文烂啊, 丢人现眼干嘛干嘛的啊,当然我不能被他干扰了啊, 因为那个我是,他传递错误资讯都危害台湾人, 我当然还是要定证了啊,好,前面的部分啊,我们回来看那个, 哎,愤怒,愤怒的那个这边啊,愤怒5啊,我说愤怒5有没有, 到愤怒6之间啊,我认为这边有很大的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愤怒5啊,就是the Rowanfeld有没有, 他是说那个纽约大学啊,纽约大学教授这个法律学者提出啊, 他的那个proposal,proposal,proposal, 好,就是提议啊,Lowenfeld就是这个section2,Lowenfeld的提议呢, 好,蔡英文就是写说是在干嘛,就是 It's end at the reform of the trade law of the U.S. 就是说,他的目的是在那个美国国际贸易法的那个reform, 就是改革啊,所以Lowenfeld,proposal叫做Lowenfeld提议哈, 他的目的就是the,it's end at,英文有没有,it's end at the reform of the trade law, 目的还不如讲说是针对,就是是针对美国贸易法的改革,the reform of the trade law of the U.S. 但是,it is also suggested,但是呢,也被建议哈,也被建议哈,就是试用到哈, 就是insected that the reform be carried out,carry out就是带出去,带出去, 带出去,当然这边翻译就是carry out in other trading countries, 当然翻译就是说哈,也试用到其他国家的哈,贸易法改革哈, 好,接下来下一句有没有,就是那个the main part of the proposal, 当然我给他反白一下了,还是要把它那个背景变成黄色哈,醒目一点, 因为这是,只要是我的注记或者翻译哈,我全部都要这样子很清楚的哈, 给他那个区隔开来哈,那下一句说,the main part of the proposal is quoted at, 就是那个Rowenfeld提议哈,的那个主要哈,的主要哈,的主要就是the main part的哈, 就是主要部分嘛,就提议的主要部分哈,那我给也给他翻译成中文哈, 就是Rowenfeld提议的主要部分哈,那个引用如下哈,就是quoted at, 就是我刚刚前面我已经讲了嘛,说引用的话就是对,因为这个就是你不改写啊,你直接给他主字拿来用, 如果他的英文写得非常好,而且很重要的话,你就直接拿来用了哈, 然后我们看这句话就是什么,looking fast as the domestic law for the United States, one proposal,当然我有找到这篇文章,对照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哈, 太太重要了哈,所以我们要对照一下,我确实没有,有没有打字错误哈,有没有,就是看一下就是looking first at domestic law哈, for the United States哈,那个one proposal哈,就是当然了,我还要抱怨一下啦,就是那个,因为那个谁, 就是文化大学政治系毕业的万家佛,万就是一万两万的万,家是家庭的家哈, 万家佛呢他是那个调查局的主任秘书哈,因为他涉嫌,当然你可以去找啦哈,那个, 他万家佛跟许健龙什么关系哈,他们两人从那个2018年11月开始后就接触啊,接触,接触之后然后, 然后万家佛有没有,啊我就被调查局,许健龙就在跟他接触之后有没有, 许健龙就在2018年11月到调查局有没有,说刘恩昌是学术蟑螂哈,然后那从此之后我就一直被骚扰哈,被骚扰, 然后那个他们就万家佛有没有,又跟那个他调查官邸以及打伪造文书哈, 因为他们又串联了那个王思韵哈,还有那个东华大学另外一个叫萧曹新哈, 还有叫做什么,我想想看他叫什么名字啊,就是论文在管理学报论文被我抓到造假的啊, 那个叫赖葵葵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哈,然后反正这几个人啊, 就反正一起去做伪证啊,我都有放在FB,放在网络哈,那可是呢, 可是呢,不管怎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污染全世界哈, 所以我常跟别人讲说啊,所以我还是要来那个,嗯,要抓,抓他们哈, 我就继续打字哈,就是因为要抓说我这个,就是说这边有没有, 到底是笔物还是造假哈,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个FN5有没有, FN5我也把它注解在下面哈,就是FN5来看一下这下面,我的注识期啊哈, 我后来其实是发现那个哈,就可能是跟注解4跟注解5有没有, 就FN5就是大,他就是星星4跟星星5哈,可能就是说是搞错哈,搞错, 那星星5呢是别的文章哈,星星5是别的文章,啊星星4呢是那篇文章, 可是星星4呢哈,他没有给他写清楚哈,那这怎么办呢哈,那我们就是要去那个查查看哈, 哈,就是这边有没有,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个,我这个,因为你要去指控别人, 就是错误哈,错误甚至可能就是故意舞弊的话,我们都是要确切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有没有,原文这边,我当时已经讲过了, 那个下面那个Mondell,还有Notes,当然这些蛮好笑的是笑话, Notes,人家论文是写说注意这篇文章,结果蔡英文引用的时候, 注意写了这篇文章,就注意这篇文章,变成说是注意写了这篇文章,才会有论文有Notes,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Rowenfeld的这个是在Final 5, Final 5的地方哈,然后我们来跳一下哈,就是那个,这边是那个我之前讲的哈, 讲那个,在这个,不是这篇哈,巴斯罗,不是巴斯罗,因为我们现在要看Rowenfeld, Rowenfeld的那篇文章,当然蔡英文没有列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 就是这一篇哈,Fair and Unfair哈,我们来把它看一下哈,Fair and Unfair呢, 就是朱节五的文章,朱节五的文章哈,是在1980年哈, 然后这篇文章就是Cornel,就是康乃吉尔大学哈,对,你看一下205, 注意看205,205哈,的确是蔡英文引用的哈,因为他也说是1980年, 有没有,就是13,13,就是说哈,Cornel,Row Journal的第13卷的205, 的确哈,就是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有没有蔡英文339页写的东西呢,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搜寻过了,来,大家来看一看哈, 就是譬如说来,我们来,这很简单嘛,就是搜寻嘛,那就是说, 它所谓的引用如界,就这一段文字,那我现在呢,就来比对一下, 刚刚那一段文字就是被引号,被引号,英文的引号,引的, 这段文字到底有没有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是Cornel, Cornel,那个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那个13卷,实际上呢,是完全不存在, 为什么,因为以下的字句都在这篇文章,就是Corne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3卷,205页开始,205页开始,完全开始的文章, 怎样,我怎么表达好呢,就是以下文章,就是Cornel, 这个当然就是Cornel法学,国际法学期间,国际法学期间, 不存在,不相信的话呢,那我们就给干嘛, 来,looking first,looking first,然后我们就来搜寻一下这篇文章, 在这边搜寻一下,贴上来,looking first,然后搜寻看看有没有, 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话,可能是干嘛, looking,只有looking,looking的话有looking at,不是looking first,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还有looking to,没有looking first, 所以这可能就是笔物或者电脑不清楚, 那我们现在再来call这个字,remedy,remedy是那个补救的意思, 补偿,补救,对,补救啦,通常是补救, 那我们也来,就一样,再来找找看,来,贴上来, Ctrl-V,然后找找看,有没有remedy,有, 可是呢,跟蔡英文论文339月写的上架文都不一样, 我们就找找看,一个一个看,这个呢,也不是remedy,也不是, 也不是,都不是,所以再回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 我们要不要再callcall看,可以啦,当然再callcall看啦, 不过呢,我们就已经可以暂时得到结论,就是那个Cornel 那个法学期刊第十三卷,第205月开始的这篇文章, 不存在以下,以下蔡英文声称的,声称的文字, 这个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可能只是笔物,笔物的话就是说, 你那个,就是那个注解,就是那个星星五,有没有, 星星五的内容,有没有,你不小心把他那个打错了,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那当然啦,更严重的可能让我们就是用小人的心态, 不是小人的心态啦,我们要各种可能都要考虑, 那也可能就是无中生有,这时候就是造假, 这造假就是类似我刚刚讲的,有没有, 因为他要,他要为他的论述,他的论点,有没有, 提出比较正当性,那可能就是造假,就好像卖房子,有没有, 卖房子,你的低基怎样,我就造假, 因为论文都是就是那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个巨人明明就不是巨人,结果你造假, 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是有这种可能, 好,那我们接着回来再看那个蔡英文, 还是要看蔡英文的原始论文,为什么, 因为避免就是说我打字,或者我看错, 然后就是那个误会了他, 这时候我们现在先去试试看, 是不是可能是笔误,笔误的话就是有没有, 那个就是这个5,有没有看到, 这个我写画面上那个星星5, 星星5是蔡英文搞错,搞错, 就是说可能星星5呢,可能就是星星4,星星6, 就注解是注解6,然后或者就是说打字打错, 那我们现在先去猜猜看是顺序搞错, 顺序搞错就是那个有没有, 比如说老师最怕的是干嘛你知道吗,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就座号第一个是100分, 第二个90分,第三个是40分, 结果那不小心有没有, 就是插了一个人把那个什么东西, 不小心把一个人有没有, 删除掉, 就分数全部往上移, 100分的人就变40分, 那这边有没有可能有, 我们先查查看就是说那个, 他是顺序搞错, 所以我一定要全文, 全文再给他很小心的去看一下, 那我们先去找那个Foodnote5, Foodnote5打字打在哪里, 对不起, 我在这边稍微找一下, Foodnote5的话, 持续找一下, 在这边是article期刊文献, 期刊文献有的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然后再往前就是来Foodnote5, 在这边Foodnote5看一下画面, 不要跳来跳去, Foodnote有没有看到, Foodnote5就是conel, 的确我没有搞错, 就是1980, 13,13就代表13卷了, 然后再我们给他那个注记一下, 就是把它然后改一下, 抠下来有没有, 这就是注,就是注解5, 就是13,conel, 那个law journal, 这law journal, 那文末的期刊, 我们的reference有没有, 没有列这一篇, 没有列这一篇, 当然这个也是错误了, 小小的错误了, 其实这是小小的错误了, 文文期末的referencing, 那个漏列子篇, 漏列子篇, 然后把它注记一下, 提醒一下, 就是然后我们放在这边, 好,那我现在呢, 漏列子篇同时呢, 我再补充说, 我这样可行, 是故意漏列吗? 是不是故意漏列呢? 我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查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不管, 如果你故意漏列, 那我一定就是把它公告出去, 那如果你是那个笔物, 笔物的话呢, 当然我更要公告出去, 为什么? 免得, 因为如果说这时候被那个蓝银的人抓到, 他们先发现的话, 哦,他一定是穷追猛打, 怎么样, 就算你是笔物, 他也说成不是笔物是故意的, 那如果我发现的话, 那我会公布, 我会公布, 然后我也会继续去查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如果证明, 就是如果证明那个page 339, 蔡英文被引号, 有没有写说quoted a完全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 就是这个是很严重, 很严重, 因为这个就是涉嫌扭曲, 涉嫌扭曲, 好, 我接下来这一集会对蔡英文比较压力大, 就是对他的文章, 如果你涉嫌捏到这段那个rowing fair, 就是如果说rowing fair, 完全没有做这个表达, 结果呢你把它放上来, 好, 放上来的话, 那你是不是故意的, 好,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人搞错, 搞错, 搞错可能又就是说, 哎, 这不是rowing fair, 这另外一个L开头的那个学者, 或者说是巴西罗, 巴西罗, 就你这边提到巴西罗, 是不是, 好, 那我现在就是要, 接下来我就要求证这个议题, 当然啦, 就是说你可能只是笔物, 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所以我要特别把它那个写清楚, 可能只是笔物, 就是说, 就是星号5, 星号5就是那个注脚5, 就是说可能注脚5是怎样, 只是笔物, 是不是笔物呢, 反正我现在就需要去深究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个是故意漏列rowing fair, 这篇文章, 这个对不起,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不能写完再来讲解, 所以我要边就是边去研究, 然后有些就是说有些段落, 我发掘的某些段落, 我就把它写出来, 就是因为我就是说, 当然这可能只是笔物啦, 就是说有没有, 星号5就是注解5, 应该是星号4注解4, 因为我提出这个质疑, 那我把它公开, 我必须就是要帮助台语英文去确定, 是否只是那个, 是否是就是那个笔物而已, 尤其是星号4跟星号5, 有没有, 就是互相就是搞错了, 尤其是你看一下那个上面,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AFrowing fair,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 4跟5混淆后, 因为你刚好连续嘛, 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我为了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去求证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假设是4跟5, 有没有搞混, 4跟5搞混, 就是说有没有, 这一段不是在那个Cornel Journal的地方, 而是在4, 有没有, Public Control on International Trade的地方, 那4跟5, 可能我相信可能是笔物啦, 所以现在接下来我要做的, 就是求证, 这是不是笔物, 那如果求证, 不是笔物的话, 还是就是5, 不是注脚5, 星号5不是星号4的内容, 星号4也跟星号5内容, 可能也不是的时候, 这时候我接下来就是要往说, 可能是5B, 可能是5B, 或者是严重错误的方向, 去那个探究, 不过接下来, 目前我先往就是可以, 往那个你是笔物的方向, 如果只是笔物的话, 笔物方案就是可以, 就是反正就是定证嘛, 找出,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我定证这个错误, 就方便其他学者研读, 他不会被这个笔物有没有, 浪费时间, 那, 然后那个, 如果学生会更浪费更多时间, 像为了这个笔物有没有, 我已经花了半天的时间去求证了, 那, 顺便讲一下, 学术伦理最忌讳的就是那个造假的研究成果, 造假的研究成果会误导那个其他的学者, 误导其他的学者, 其他学者的生命, 因为有些甚至可能是花很多时间, 研究这个议题, 因为譬如说某某某, 蔡英文说这个问题重要, 他研究出来结果也很有价值, 然后呢, 我们那个政大的法律系的学生啊, 或政大国贸系的研究就继续, 有没有继续这样投入, 别的学校呢, 甚至其他的学校都是这样, 如果误导的, 错误的研究, 就是误导别人的生命, 生命也是会那个危害, 那个错误。